主料,三碗蟹500克,主料,青椒50克,辣椒酱,油,葱,姜,蒜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卸开盖后去掉腮,爪切,耐脏后洗净,分成蟹壳,蟹肉和蟹嚼三份,大致的一分为二,葱切段,蒜切末,将切丝,青椒去紫切丝,炒锅烧热,下切好的青椒编制成虎皮, 倒入适量的色拉油,爆香葱姜蒜,除蟹壳外,加入蟹肉和蟹嚼翻炒,炒至蟹壳变红,加一勺辣椒酱和适量的盐炒匀,盐锅边用锅铲加入三锅铲水,把蟹壳带蟹膏放入锅中,盖盖煮至蟹肉如透水分收坏感的时候,关火起锅,烹饪技巧,螃蟹,螃蟹不可与红薯,南瓜,蜂蜜,橙子,鱼,石榴,西红柿, 香花,花生,蜗牛,芹菜,橘子,兔肉,经济同时,吃螃蟹不可饮用冷饮,会导致腹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